这只企鹅宝宝才刚出生 就被死神盯上了 在这零下四十度的恐怖低温下 他只要接触冰炼几秒 就会被冻死 因此爸爸只能让他踩在脚上 用自己的屁屁给他温暖 但这样一来 爸爸只能迈着小碎步走路 样子显得十分滑稽 即便他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 可还是会一步流神就摔个四脚朝天 成千上万的爸爸都有了自己的小宝贝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蛋都能成功孵化 这位爸爸还在苦苦等待着 显然有些失落 他的邻居却不合适宜的出现了 大肆炫耀着自家的小宝宝 原来企鹅也喜欢晒娃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这只小宝宝兴奋地叫了起来 他发现到蛋壳正在碎裂 于是他更加努力地叫好着 以此鼓励蛋蛋尽快破壳 没一会儿 一个小生命就破壳而出了 他叫雪宝 作为出生最晚的企鹅宝宝 他的成长注定会有更多磨难 因为爸爸妈妈只会养育他们六个月 雪宝必须在最短时间学会独立 然而万万想不到 这只最弱最小的企鹅宝宝 将在不久后成为新生代的领袖 开启他充满戏剧性的传奇一生 在企鹅的社会中 爸爸担任孵蛋的角色 而妈妈肩负着捕食的众人 在离宝宝很远的地方 妈妈们已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将自己养得飙肥体壮 现在他们一个个冲回地面 准备赶回家喂孩子了 雪宝的妈妈就在队伍之中 她为宝宝储存了满满一肚子的银 但回家的路足足有60公里 比他们的这双小短腿 还需要走很多天 在这期间爸爸会分泌出婴儿奶 为宝宝提供营养 妈妈也一刻都不敢停歇 在婴儿奶耗尽之前 他们必须及时到达 否则宝宝就会饿死 然而回家的路并不好走 这片冰层已经变得很薄 水下还有天敌海豹在虎视眈眈 他们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 但不幸的是 雪宝的妈妈踩到了陷阱 海豹立刻闻声而来 她拼命挣扎着 同伴们却爱莫能主 这让她很绝望 可作为一名妈妈 她不能就这么放弃 嗷嗷待不得雪宝还在等着她 她用尽力气想爬上来 可身体实在太笨重了 更绝望的是海豹已经近在咫尺 很幸运 她从死神手中活了下来 之后她开始滑行前进 显然这要比走路快得多 没多久 前方就出现了山坡 凭借爪子上厚厚的灵填 他们可以牢牢抓住地面 好不容易走到坡底 可下坡却成了更大的考验 冰面实在太滑了 以至于他们不停地滑倒 一些妈妈甚至放弃了抵抗 另一边 雪宝已经饿得哇哇直叫 但爸爸却分泌不出婴儿奶了 可怜的小雪宝只好吃雪糕来冲击 这让爸爸十分心疼 但也无可奈何 好在没过多久 地平线上就出现了一群身影 妈妈们终于回来了 雪宝好期待 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如何在三千多只带娃的爸爸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宝宝呢 妈妈表示自己有脸盲症 不过他们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爸爸们排成一列 雪宝也跟着爸爸 加入了长长的队列之中 妈妈则沿着队伍挨家挨户的寻亲 但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他看来每只企鹅几乎长一样 于是妈妈干脆不找了 而是用独特的声音不停叫唤起来 显然这个方法很有效 没一会儿就得到了爸爸的回应 夫妻俩终于找到了彼此 妈妈的回归 不仅让雪宝吃到了救命的食物 而且也让一家三口幸福团聚 在残酷的自然界 没有什么比今天更有意义 然而短暂的幸福之后就是离别 为了照顾小雪宝 爸爸已经一百多天没吃东西了 现在轮到他出去捕食了 可小雪宝还不懂那么多 焦急地呼唤起来 这让准备离开的爸爸瞬间破坊 他连忙回过头 不舍地看了小雪宝一眼 但想到自己肩负着养家的众人 爸爸还是转活而生 离别对爸爸来说异常艰难 但为了能带回食物养活雪宝 这区区一百多公里的来回 又算得了什么 而且爸爸们非常擅长找捷径 这个冰冻是直达大海的入口 能帮他们节省许多天的行程 但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 这显然是个陷阱 被海豹逮住只有死路一条 是下冰冻还是继续慢慢走 这是个无比困难的选择 没有人愿意滴一个进坑 后面的爸爸们已经不耐烦了 前面的走啊 怕啥呢 咋那么怂啊 这让前面的爸爸很无语 你那么牛逼咋不先来跳啊 最终在大家的怂恿下 领头者终于下了坑 很幸运他们赌赢了 海豹已经离开 确认安全后 爸爸们纷纷下了坑 在水中他们的速度至少快了好几倍 这显然是一个好的开始